对现代人来说 无论是工作或日常的大小事 几乎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网络 不过这么多的业者 民众该如何选择呢 近期行动网络测试分析机构 OpenSignal 就针对国内六大雇往宽屏业者进行调查 根据网络品质稳定性 下载速度 最高峰时下载速度 上传速度和影音体验等 五个关键指标进行了评估 结果出炉 中加宽屏在下载速度与稳定性夺冠 并在峰值下载速度 与在影音体验类别上 与其他业者并列第一 一天24小时在12个小时吧 一半的时间在网络 对 没有在吃饭或是没有出去的话 在家就是滑手机啊 网络这样 我母家就用WiFi 所以都会常常用得到 工作上 电视上 生活上都会用得到 这次OpenSignal的报告 以六大主要固网宽屏提供商为主 包括中华电信 中加宽屏 凯博 远传 台湾大 和台湾宽屏 并分析了 从2月1日起的90天内的数据 许多用户在意的下载速度 由中加宽屏夺管 以平均136.4Mbps 领先第二名 多达31% 凯博 以104Mbps 排第二 中华电信 则以94.4Mbps 位置第三 而在品质一致性方面 同样是中加宽屏 以81.2% 领先群雄 并且在峰值下载速度 与凯博 并列第一 最快可以来到530.1Mbps 速度要一定嘛 对不对 不能每次一下好 十好十坏这样 就是速度那些 就不要这样卡卡的 就好 因为视讯速度嘛 也是一个 然后跟画质 我觉得也有差 因为其实速度 就是会影响到 画质的清晰 速度 我不希望我速度 会被lag 或有什么问题 我会延后我们的 这些上传下载的动作 在影音体验方面 各家表现相差不多 中加宽屏 中华电信 凯博 台湾宽屏 均获得约74分 共同并列第一 报告中 所有主要的 雇网服务供应商 表现不错 这代表用户家里的影音传输 载入时间令人满意 几乎没有卡顿 而才如此重视网络的现代 这份报告 也提供民众一个 专业的参考依据 让大家可以不踩雷 轻松选择到 服务好 专业家和物超所值的 宽屏网络业者 记者朱金伟州府 新高层报道